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述中庸第26章 有酒所以成物也 不厚佩帝高明佩天 有酒无将如此者不现而张 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其唯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天地之道 草也明也优也久也 今复天思糟糟之多 极其无穷也 日月星辰细烟万物复烟 今复地一措土之多 极其广厚在化月而不重 正河海而不屑万物在烟 今复山一泉石之多 极其广大草木生之 禽兽居之 宝藏新烟 今复水一塑之多 极其不测 圆陀蛟龙鱼鳖生烟 祸才之烟 时云为天之命 无目不已 改约天之所以为天也 无乎披显 文王之德之存 改约文王之所以为文王也 存意不已 至成无习 真正做到极致的诚实 诚这个动能 他生生不习的启动着 当然也就毫无间断了 正因为至成无习 所以才能够悠久无疆 能够悠久 因此也就能够彰显于外 这就是不习则久 久则征 征则幽远 能够厌察于外 因此才能够真正宽广和幽远 如此宽广和幽远 进一步也就得薄厚 广博深厚 广博深厚 进一步的高明 显示出他崇高俊位 这里讲了几个重点 关键是成 至成无习 无习 无习这久 久这真 通过一个时间性的 历程性的彰显 彰显于外 也才能够远 远远 讲的是一个时间空间 都有这个概念 而进一步讲的是薄厚 薄厚 永远是讲人的努力 是永远 薄厚是讲地德 薄厚 薄厚是高明 天道高明 薄厚 所以债务也 高明 所以富务也 悠久 所以成务也 如昆德厚在 如此之薄厚 所以能够存在天下万物 如天日月 星辰之 崇高 俊位 明亮 所以 如是昭昭之明 所以 富裕着天下万物 薄厚讲地 在物 高明讲天 能够富物 能够 富造着天下万物 悠久所以成务也 而人参战化欲 如此之为悠久 悠久所以能够成就其物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概念 不厚高明而悠久 不厚配地 高明配天 而悠久无相 就讲地的不厚 讲天的高明 讲人参战天地化欲 而悠久无相 讲天讲它的普遍性 理想性 崇高性 地讲它的具体性 实存性 讲它的一个宽广性 而人参战其中 这讲悠久无相 这讲是一个历程性 以及它的一个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 如此则不现而张 不动而变 无为而成 这至成无习 如其道体 只彰显其自己 不刻意 非如此彰显不可 其实它自彰显 它是纯粹之律动 生生不息的 所以不动而变 如此之动 是纯粹之动 生生不息 不是刻意 要求其如何动 它是不动而变 如此人之为 是无为而为 为而无为 如此无为而成 不现而张 显然了 配地而言 不动而变 配天而言 无为而成 配人之 悠久无相而言 这一大段讲的是一个 三才的传统 天 地 人 从天道起论 至成无习 这天道 作为天道 是人参战化育 是天道而彰显 如此至成无习 不习则久 久 则真 人的参战 有一个永续性 长远 长远的 永不停歇着 如此而张柱出来 这张柱 幽缘 幽缘 不厚 不厚 高明 有幽缘 久 真 幽缘 幽缘 不厚 不厚 高明 高明 而悠久 就人的启动 是很重要的 人启动 而天地 在天地 彼此相遇 共生之下 天下万物 就此而生成 从地而说 不厚在物 从天而说 高明 富物 人参战化育 悠久无相 所以成物也 这样的三才传统 其实是贯通 整个中国哲学的 总是 节地气 同天道 入本心 不乎四体 同达于八方 如此所说的道 是天地 人我万物 同而为一之道 进一步往下说 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尽言 其为物不二 则其生物不测 天地之道 你天地万有一切 通而为一这个大道 可用一句话 来充实而尽地表达 这句话讲了 其为物不二 则其生物不测 就天地之道 为成之一字而已 别无他与他乡 它是无分别的 就只成而已 正因为成 所以能生物不测 生生不息 万有一切 如此而发生 是阴阳不测 是不能够计量的 因为他是生生不息 永不停歇的 天地之道 如何呢 伯也 厚也 高也 明也 人参赞之 尽力不想 幽也 久也 是如此的 如前面所说 天地之道 是真诚的 整体的 根源的 无分别的 所以能够冲击而尽的 发展 何等盛大 生下万有一切 所范为天地之化 而不过 去成万物 而不宜 今一步讲 天 讲地 讲日月星辰 讲三川万有 生物一切 久久 更续 有久无将 今复天 思昭昭之多 极其无穷也 日月星辰戏言 说 讲那天 你往天上看 也只不过 一些些亮光的小点 很多很多了 漫步在天上 但是你想深一点 无穷无尽 整个日月星辰 不就这样子 挂在天上吗 天之为天 讲高明 讲普遍性 讲理想性 而它富裕着天下万物 万物复衍 再讲地 今复地 一措土之多 这些广厚 在化月而不重 正河海而不屑 万物在焉 现在我们讲地 你细细一看 手一抓 一措土 你要谈它 进一步去探索 这是非常宽广 非常薄厚的 它能够存在 像华山 那么高大的山 山月 而不觉得 有任何沉重 它能够收容 包括着 大江大海 从黄河到 我们讲了 黄海 东海 海洋 一切 都能够 包运在内 而 可以 包容 而不屑 不会泄露 不会泄露 这讲的 它是能够有包容性 地 宽广 厚重 包容 具体 而 实存着 存在着 天下万物 再说了 讲山 一泉石之多 极其广大 草木生枝 禽兽居之 宝藏心焉 我们讲天地 讲山 讲水 山 你一看 那不是一些 土块石头 剧烈而成吗 没错 剧烈而成 如此广大 草木就在这儿生长了 禽兽 就在这儿居住了 很多宝物 就储藏在这儿 等待着我们去开发 这谈水呢 金服水 一塑之多 极其不测 圆堂 游泽 椒楼 漾 鱼鳖 生烟 获柴 植烟 这样水 你 撩起来 一勺一勺的 盛起来 就那么一点点 但这个水测量不完 它可是无比的宽广 包运着一切 使得圆坨 蛟龙 渔鳖 都在这里能自在地生长着 获财 职烟 而很多生命孕育长 人们就此足以为生 而能够让经济发展起来 这里其实所说的 讲天 讲地 讲山 讲川 天有日月星辰 地厚得债务 很重要的 有山有水 而山 水 能 广大 生物不测 所以这将整个生活世界 时间 空间 天地万有一切 都将生生不息的 进一步以那十经 诸诵为天之命篇 说 十云为天之命 无目不已 说 上长 说 赋给万有一切 如此造化流行 很深远而永不停歇 感觉天之所以为天也 天命无目不已 天命之为天命 就是永续的 生生不息的 而真诚的动能 就在这里启动着 人要学习这真诚的动能 这真诚的动能就是诚 无福劈泻 文王之德之蠢 天道永不停歇着 文王的德性 正如同天道一样 也永不停歇着 这是清清楚楚 明白不过的事 这就是文王之所为文 是因为他 纯意不已 他纯 纯粹性 不二性 纯粹而唯一 而绝对 而入于根源 如此生生不息 永不间断 就是来说的 生命之为生命 就是这样的一种动能 继续往前生长 这一章很重要 讲到天地人三才之道 讲到天地三川 生物不测 讲到为天之命 无目不已 讲到文王之德之存 纯意不已 将天人合得之义 好的 我们再把这一章 来重读一遍 中用的二十六章 我自行无息 我自行无息 不息是救 救是丁 丁是有万 有万是破火 破火是古明 破火所以在物业 古明所以合物业 有救所以生物业 破火配得 古明破天 有救不将 如初将 不衔之将 不动之变 无为之行 天地之道 可一言之尽呀 其为物不及 这其生物不情 天地之道 破呀 火呀 古呀 明呀 悠呀 救呀 今复天 所教教指导 急起无共也 这些生身 下恩 万物 何恩 今复地 一出头指导 急起 攻后 在化学 日不中 真可爱 日不相 万物 再恩 今复山 一关 食 一度 急起 公大 祝福生 子 欠修 基 子 保重 行恩 今复水 一族 一度 急起 不切 恩 都 九 雄 事 是 比 行恩 富 再 敌 恩 事 云 为天 自明 无目不遗 改 我天 子 水 为天 亚 我 何 辟 天 我能 自得 自顺 改 我能 自水 为文 亚 顺 亚 不遗 好的 我们今天 这张 第26章 就博奖到这个地方 感恩 我们下车